幫老公記錄生活點滴 每天讓先生知道他有多愛他 還去學剪輯 將夫妻倆從年輕到現在的照片 串成甜蜜影音 劉小姐的先生是年輕型失智症患者 54歲時確診 發病9年至今 現在已經握床 我老公原本是一家公司的航空責任 然後在 因為醫生有說過 確診前三年 他就有一些狀況 但是一般人都會發現 他的狀況是我 員工告訴我說 有給有給老大 因為他們叫他老大 然後他有點怪怪 他的決策很乖乖 年輕型失智症一開始很難察覺 後來劉小姐看到失智症宣導 帶老公去看醫生才確診 劉小姐說 夫妻感情一直非常好 以前老公照顧他 現在他是照顧著 看到先生有時記得他 有時忘記 雖然會難過 但正向面對 我老公很愛我 他我們結婚到現在 我們沒有查過 沒有沒有過說狀況 他在他 因為事實上要後期 他命要心想出問題 他會 他尿褲子 他會 他會不小心阿B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不願意傳尿褲 一個一個陣子狀態很難 怎麼可能能夠接受 他壞了他身體阿 晚上我不進去房間睡覺 坐在客廳上 然後 我忘心留了 他就丟我 那一丟 我心有睡 因為他從來沒有餓 這麼兇過 劉小姐說 病患自己是最痛苦的 需要家人的包容 也需要走出來 尋求專業協助 而他更希望政府 能多投注資源 關心年輕型失智症患者 像是增加失智症病友的工作機會 讓他們延緩退化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 又肩負經濟壓力 對於年輕型失智者的延緩 跟年長型可能不一樣 在生活安排方面 我們可能會更重視他的 盡耐力的維持 自我照顧功能的延緩 然後也希望說他可能有需要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輔助 其實也可以透過像台灣失智症協會這樣的諮詢管道 來了解政府對於年輕型的失智症 中高齡等等都有一些職務在設計 或是入場輔導的機制 幫助他們不要這麼早退出職場 失智症發病年齡早於65歲 就是年輕型失智症 一般老年失智發病年齡約在70到80歲 而年輕型失智症由阿斯海默症所導致的只有30% 比老年失智症少 而年夜型的失智症比例比老年失智症高 而年夜型的失智症的話 他可能會合併有一些就是個性性格上的改變這樣子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衝動意志方面的問題 那或者是說就是可能會容易亂發脾氣啊 講一些不合時宜的話 然後有一些 就是反覆會做一些疑似性的行為 這樣子的一些狀況 那這個就比較難跟就是一些精神症狀去做區分 而65歲以下發病 對家庭和對社會勞動力都是很大衝擊 最近有人討論是否要考慮勞工健康檢查 納入輕度智能障礙檢測呢 相較於勞檢我們可覺得更值得推動的是在國民教育的部分 可以把這個認知健康提早的向下砸根 不僅讓我們國民從小就有這樣正向生活形態的概念 那同時可以關心我們的家人 提早的來看到這些景緒是否出現在我們身邊的人身上 台灣2025年就是超高齡社會失智人口快速攀升 年輕型失智症很常被忽略 也不容易察覺需要大家更關注 TVBS新聞 張正安 王一傑 跳不到